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郭大開獎一樣照理給我 郭駿章郭大來跟各位介紹一款很值得推薦的萬表 今天我們主題是HUBO 宇波的黑色藍寶石 彩寶萬表 那麼這個萬表呢 我們今天主要有兩大特色要跟各位介紹 一個是他搭載的是宇波全自製自行研發製造的 這個型號是HUBE124的這個型號 第二個呢 要講的是宇波在藍寶石錶殼上的 可以說整個錶彈最厲害的一個成就 那麼這個新款是搭配的這個財寶 好 我們先來看機性 這個機性我自己覺得是 難怪他會成為宇波現在最主力的 作為計時萬表所使用的這個機性 這款機性完全由宇波自己研發製造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為了配合這個黑色的一個 這個藍寶石 他整顆機性都度上黑色的鍍膜 所以他很有這個質感 很漂亮 另外這個機性 我自己認為他有兩 除了他是自己做的 還有兩大特色 一個是他有72小時的長時間的動力 我們常常講很適合現在新的兩天的假日 六日週休二日假日 就是你禮拜五下班你把它放著 禮拜一上班你都完全不用擔心 他會停掉或不會走 第二個呢 他的計時按把我覺得很棒 手感很棒 就是你按的時候呢 你輕輕按 可是手感很清楚 那麼當然各項動作都很精確 最後呢 他有一個大家很少有的功能 叫非反計時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計時運行當中 計時針呢 秒針運行當中呢 你可以按歸零鍵 讓這個計時動作呢 重新再開始 是這個 是目前高級手錶業界裡面 知識機器裡面很少有的一個 很獨特的功能 這是這個UNICLE機器很棒的地方 第二點 我們要來談談 藍寶石錶殼這個事情 我相信各位都了解 宇波在這個領域裡面是 最早期的這個開創者 也是目前成果最好的一個品牌 他們在2016年呢 首度開發出 所謂透明的這個 藍寶石水晶的錶殼 接著呢 再晚一點呢 又退出很快的喔 又退出煙燻黑的 有些就是黑色的 All Black的這個 藍寶石水晶錶殼 很快的2017 從透明色黑色 又演變到紅色跟藍色 這個速度 開發速度很快很強 今年呢 今年呢 又有一個不到一年時間呢 從紅色藍色又演變出 這款全新的 黑色搭配 財寶的一個錶款 各位你可以知道喔 一般來講我們要在錶圈上相鑽呢 都要用 從金屬的錶圈上面去勾出爪子 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的錶殼是整個都是 藍寶石製作的 所以呢 它沒辦法去勾出 爪子 去向上鑽石 所以呢 它整個是用了隱密式的想法 也就是排向的方式 當然這裡面的切角各方面 藍寶石要去切這些東西 凹槽各方面 是很困難 讓它的難度會更加倍增 那麼 再去挑選適合的彩寶 整個箱上去 尤其 這48顆 方形的彩寶呢 在這個黑色的錶圈身座底下 哇 閃閃發光 襯的那個彩色更鮮艷更漂亮 再搭配上 它這個 用鏤空錶盤所看到的這個 UNICO自製機心 我覺得整個 錶款的氣勢都出來了 好 那麼這一款 羽箔的 Big Band UNICO 黑色藍寶石的彩寶 計時碼錶呢 使用直徑45毫米的 藍寶石錶殼打造 搭載了自製的UNICO機心 那麼 箱上48顆彩寶 定價2747,000 限量50枚而已 好 那麼羽箔 除了這一款 黑色彩寶石重頭戲以外 這次為了活動呢 特別把我們剛剛所講的 羽箔從2016年 研發出來的 透明藍寶石的錶款啊 還包括2017的藍色藍寶石 紅色藍寶石的錶款 也都從瑞士空運過來 那麼 這些錶款也都非常精彩 包含還有一支 也是透明色 加上財寶的腕錶 這支也很棒齁 也只有限量50枚而已 那麼 其中也要跟各位特別介紹一下 藍色跟紅色 我自己郭達我自己認為 也很好看齁 非常漂亮 那麼 各位如果你細心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 紅色的藍寶石 萬錶跟藍色藍寶石的錶款 有點價差 主要是因為呢 這些這兩個顏色齁 在製作錶殼在製作過程中 不是去堵塞的 也不是去染的 而是呢 在製作過程加入了特殊元素 好比紅色錶殼齁 它是加入鐵 加入鐵以後 讓它產生化學反應 讓它自然而然變成一個 接近紅色的一個色澤 很漂亮的一個色澤齁 那麼如果是藍色的話 是加入了個金屬 那麼再加上高溫的這個 烘焙以後 聽說這個溫度高達2000到2050度齁 這是一個很高溫度去冶煉它齁 讓它形成這個 這個顏色的一個變化 所以它形成一個很漂亮的 藍色的色澤 那因為製成的不一樣呢 這兩款錶款呢 定價略有差別 像紅色的是228萬9千 那麼藍色呢 是261萬6千 那麼各限量250支 最後要附帶一提 宇波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呢 因為自己的工廠 自己研發設計製造打磨 所以可以唯一量產 藍寶石水晶錶殼的一個品牌 所以呢 今天非常難得 我們可以欣賞到全系列的 宇波最厲害的 藍寶石水晶錶殼的產品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 非常好看又精彩的 宇波 藍寶石水晶錶殼的錶款 全系列介紹 謝謝 有任何問題 歡迎臉書留言 直接告訴郭大 謝謝下次見